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子有事并告 你且说来 轩云在云塔静坐 听着此言一证 轻衣道人尽心前所见和仓颂道人和铜区道人的话一一道出 听完这些 轩云闭目沉思 暗喊加算 已有所不 你下去 是 见轻衣道人退了出去 道正自云塔上拿出一张玉符 单手一排 空手虚化 一道浮宫打住玉符 手一挥 破窗而出 这时 夕阳闲山 明色清令 谢湘当下对道工说着 成平道外门再传弟子 平山湾河沉主机谢湘 求见玄云真人 凡通报一声 道童见着女道 含笑站着 吐辞清朗 仪态不凡 十分清令 虽单论身份不算什么 却一时摸不准她的来路 心里一迟疑 只是这时 道正的话 远远自大殿中传了出来 让她进来 道童闻言一惊 连忙击手 请见 谢湘谢过 就进了去 一路抵达大殿 大殿中云踏之上 一个少女端坐 谢湘见了盈盈驾拜 出言说着 成平道外门再传弟子 谢湘 败选导政 谢成是成平道外门弟子 道正寻云确实知道 当下说着 你来求见我 确实合适 不敢隐瞒真人 我奉师兄之命求见 师兄说自己是成平道外弟子 又过了寻仙路 还请拜入师门 这话一说 寻云蹲坐云踏 目光幽暗 两久不遇 过了一刻时间 就见一道金光穿入殿中 落到了道正手中 寻云拿下 沉下心一毒 眼睛一亮 才对着谢湘说着 善哉 如师兄既有此心 我带师们收下了 谢湘文言大喜 再次下拜 多谢真人 道正寻云 文言摆手 谢湘恭锦退了出去 道宫侧点 铜须道人 脸色铁青 仓宋道人 神色阴沉 都是不宇 以水河 以水一路流去 汇入大江 奔用千山万水 浇灌出千里沃土 最后汇入大海 而在江面上 避浪横流 一艘海船 扬帆而行 离这以水不过三日了 甲板上王存叶 站立着 带着一丝冷笑 王存叶气急纯粹 道心圆满风大 明照本心 自度过风节 灵绝大增 当才有人刑法窥探 却隐瞒不得 被他切断 不过这时却不是计较之事 只见江水滔滔 惊天万里 让人见之忘怀 王存叶将一瓶还未喝完的花雕取了出来 九十一口 三口过后 酒一上涌 这种感觉真是让人难忘 心中却是一片清明 只是沉思着 撞天忠和连深道解院 这次不得不用舆论和先机自保 怕也是得罪了昆卵 现在只有进城平道了 相比于次玉真种 有不得弟子选择 寻心路却可自责道门 自取原本就是成平道 外门弟子 这次回归名正言顺 而且自取虽有桀骜 却还在底线内 再说得罪的不是成平道 应是可以 至于到了道门获得的待遇 王存叶却不放在心上 有着归竅 这些待遇差异 还不能阻碍着道业进展 桑岗 这是江水与大海交汇之处 是中途与各国连接海港之一 港口广阔 行船多到此处 造就了繁荣 风清水绿 扬柳垂暗 让人简直忘怀 域外来客 都会在此逗留 码头上繁忙不息 客商往来 落水踏步而出 穿着中途 现在流行的衣袍 挂着长剑 似是一个挂剑游穴的学子 引去修道气息 免去中途道门 盘查监督 却是必行的功课 只是踏步中途 一种血脉连接的感觉 弥漫着 他脚步有些沉重 望着这中途繁华之地 喃喃说着 终于回来了吗 回归中途 是和杀命昆仑一样 是蓬莱道工 扎根在道人心中的 三百年大院 再也忘记不得 只是落水忠实剑仙 片刻收回思绪 朝一间客栈行去 蓬莱道工 不是没有派人 重归中途 打探情报 但都和他一样 引去修道气息 或做商人 或做剑客 不知中途道人 去了哪里 不过这样应接道人 却不会查不到 落水这样想着 眼神顿时幽暗下来 王存叶所作所为 他照样可以做 此行目的就是杀灭王存叶 再迅速退回蓬莱 赴城 城口码头 这座码头 控制过河的船只 地位重要 岸上到赴城 早形成一条长街 战斧林立 大小船只 往来不绝 忙碌悲长 水运大有财富 但风险也很大 一不小心 就船尘霍梅 靠近了码头 就眼前开朗 几个巡崖迎命过来 一个公差 以沈贼一样的目光 上下去着货船 估量着 有没有油水 话说船只 都有着引路正解 但现在诸侯歌剧 更在于过船收税 这里面大有油水的地点 船一靠近 巡检司的人 就盯了上来 一个公差 看见船上的人戴着刀 顿时脸色一变 就要上前擒拿 这是一个扳头眼尖 连忙拉住他 你看 公差一看 就见在甲板上 有着一个青年 穿着道袍 仰式华丽 却有着品级 顿时一惊 王存彦 还没有踏上码头时 就隐隐见得 前面数个身影 其中一个道人 确实不识 但还有两个 却非常熟悉 谢湘和陆伯 一年没有见 谢湘垂涎结发 穿着一身雪白裸衣 妖系清带 美丽绝伦 暗存 一年不见 展开了 却大事不一样 心中波澜 微微起伏 此事有着挂碍 就是这个少女 她陪着她一年又一年 寒暑春秋 往来复回 就是现在渐行渐远 依然不离不弃 又看了陆伯 只见一年不见 却老了几分 白发隐隐 心中不由暗暗感慨 不过转眼之间 心情就平静了 片刻 船只已靠上了码头 王存也踏步出来 就见谢湘迎接过来 有着千言万语 却只化成一句 你回来了 嗯 王存也说着 只是后面扶桑武士 都一起上前 扶身叩拜 白剑集军 这十几个人一起拜下 顿时人人注目 远远望着的公差 更是一阵后怕 谢湘有些惊讶 说道 这是 王存也回回手 这都是家臣 你们起来吧 是 和谢湘同行 还有一个道人 这时现的建立完毕 上来对王存也击手 东西倒有 回软中途 七日之后 还请回到道宫 听候何时 说着将妖间玉符取了出去 让王存也看了个清楚 表明自己在道宫中身份 并非是光人的 王存也文言点头 事已知道 想着这道宫 还是很有人情味 先让着自己回家 这道人见了不再多言 大秀一幅 告辞 多谢道友 见得这道人离开 王存也又是一笑 对着谢湘说道 我们也回去吧 有事在路上说 这时早就准备了马车 但不想有十五人跟上 联盟在码头上 租了几辆车 当沉重的箱子 一个个放到车子上时 车夫不由咽了下口水 说道 大人 这太重了 却是不好上路啊 车费多你一倍 你好生行着 王存也回答 这时周围食货的人 都也咽着口水 扳头也不例外 看了看 就知道里面装的最少是铜 其次就是金银了 公差就问道 扳头 这么沉 有铜吧 几个牙一听了 也望着扳头 扳头 啪的 打了一下 看清楚 是道工 再看看这十几个人 我们敢上去 他们就敢动手 我眼睛亮着呢 咱们前头去捞起 游手喝酒 这个 不能撞上去 说罢就去了 几个公差 面面相去 只得咽了一下口水 去了 谢香上了车 七辆大车 自码头上而去 谢香和王存也 在一个车内 这车是道罐里 自家的车子 里面是两个座 中间 还有这一个小桌 车子稳稳前去 谢香取出一个 捂得严严实实的银瓶 倒出热水 先湿了毛巾 用热毛巾擦擦吧 又弯下腰 打开下面一个小篮 小篮里面 放着一只卤鸡 一叠切好的酱牛肉 还有一小瓶酒 里面有二两左右 王存也见了 就有些震住了 说道 原本像回去再用 不想你这样用心 都是我喜欢的 说着就用着 酒不错 卤鸡和酱牛肉 更是不错 相当入味 又举起了酒宴了 凭着酒香说道 刚才这箱子里 都是黄金 有酒精两 谢香虽然早有准备 但还是吃了一惊 连忙抿住了嘴 九千两黄金 省着点瓜 可以用三代人了 这钱方面 却真是用不着了 现在我们田地有多少 有着大户捐赠 宣令也捐赠了些 不过你远去钱吩咐过 现在受到了稻田实情 私田无情 就不再接受了 王存也端着酒 见着道路左右风景 只见清空云静 阳光下照 山原林木 风景清丽 一去一年 转眼又是秋天了 梁九一叹笑地说着 这世道却是不一样 朝廷衰退 诸侯歌剧 却生夜滋烦 有了十五寝了 一千五百亩 真够了 不要再收了 我已经成就了鬼星 地位和身份 大事不一样 要真收 还可以收 但这并不多少意义 道人 还是坚让一些才善 继香抿嘴一下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着 不过有些人 特别是亲人 总有着想法 这就不说了 这次带来的人 是扶桑人 是 有一个是虎师 不可以奴仆视之 在这里住一两年 我就会打发回去 你安排下就可 王存也说着 又把扶桑的事 一一说了 最后笑道 据说现在 我在扶桑 却有五十行地 这却无人掌管 我却不敢多去 可惜了 确实可惜了 继香想了想 也觉得是 转念一想说道 你不能去 是顾洗了 蓬来道工 但派个人去 不要紧吧 难道 还能杀得平民家人 杀得平民家人 却应该不会 我们都是有大能之辈 要是抛下规矩 专门杀得对方凡人 哪里有千里防贼的道理 就算是地心神心 怕也不能 王存也心中一动 靠上了椅子说道 让我想想 大海上大浪横绝万里 拍打在岛屿上 灰蒙蒙气息萦绕着 却被一层 透明的魔索阻打 而在里面 灵溪蕴燃 飞泉流铺 灵气萦绕 天一封上 东殿 临次皆别 坐落分布在山间各风 亭台楼阁 若隐若现 山间清泉上 不时可见 有道权针 跌坐石台 敬送黄亭 这里是连云道脉的根基所在 有着阵法守护 大殿中诸真人端坐 就是凌空道人 坐在中央 看样子 虽然去掉了殿主这职位 但根基还是深厚 玉台上 童须道人的传言欲捕摆放着 显然是被看过了 大家都知道了 王存叶走完寻仙路回来 此子真是天资绝艳 已度过了疯刀之劫 我们如何应对 一位真人出言说着 鹤发童言 仿佛是给他量身定做的 一位鬼仙罢了 几次犯上 岂傲不许 而且东行福赃 大事可疑 才得珍重 一年就度过了疯刀之劫 多少年不曾有过 实在是难以置信 怕是和蓬莱道宫 那些叛贼有所勾结 不打杀 难挣握道门啊 一个真人淡淡地说着 说得对 道门的尊严 不容亵渎 道门的绿条 不容更改 这种道人一定名正典型 不能开得恶力 又一个真人说着 凌空道人 闻言不语 直到几位道人停下言语 眼神望了过来 才出言说着 你们别忘了 这次回来 却据说带了蓬莱道人手机过来 这话都放出来了 肯定不是作家 这思同蓬莱的罪 怕是定不上了 诸人听言 虽是有些不痛快 却都是点点头 凌空道人 环视四周 又说道 熏仙路中 连云道迈是辅助 昆仑道迈才是主持 我们插手的余地不大呀 虽具消息 此次散下议论 确实特势不快 但当地是成平道主持 此次和成平道 素有源流啊 这一点不快 也不至于为了这个翻脸 说到这里 凌空道人叹了口气 既是这样 此事就此了结了 我们都是修道之人 不能为了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呀 不管怎么样 我道门中 由此杰出道人 对以后征战 大有匹益呀 这时就这样决定了 你们都散了吧 凌空道人扶尘一回 淡淡说着 是 师兄 见着已经有了决定 下面道人都是击手 结伴而出 出了大殿 纷纷腾云驾风 飞顿而去 转眼不见了身影 大殿一时空旷 只剩下凌空道人 和一位白袍真人 师弟 我却也不是容易啊 凌空道人这时 露出倦色 对白袍大人说道 这时实际上细小 不想有人趁机发难 不但我失了店主的位置 而且我这一脉 也因此失了不少啊 因此不少门人弟子 对引发这一切的辞子 耿耿于怀 要杀之而后快 此风不正啊 其实我却觉得 现在这事 还没有到 实不共存的地步 但是我怕不少人 还有积怨 以后未必如愿 能够和解呀 白袍大人闻言一顿 默默而作 说道 即使这样 提前铲除祸根 杀又没有机会 和解 却怕下面不服 凌空道人淡淡地说着 把目光远远望着 心里叹了一声